观众朋友早安 我是郑佳琪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首先要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 告诉大家今天 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 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今天是温暖偏热一点 主要就是受到了 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 今天不仅雨区以及下雨的范围 都比昨天要缩小 那么今天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只剩下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 偶有零星的雨势 这些地方的民众外出 要记得西带雨具 尤其在清晨 基隆北海岸 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的 那么今天在温度的部分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刚刚一开始有特别提到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 中南部地区的民众 感受是温暖偏热的 因此可以看到的是 中部以及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那么在低温的部分 普遍全台湾是落在 23到24度之间 早出晚归的民众 感觉偏凉偏冷 可以多加一件薄外套了 接着关心玩天气 来看到的是健康议题 不少民众是纹癌色变 其中三阴性乳癌 比较好发在年轻女性族群 有一位女性的科技新贵 她在两年前也就是她在29岁的时候 经过检查证实罹患了三阴性乳癌 如今她现身说法 说明自己治疗的过程 以及得负担昂贵的治疗费用 因此站出来呼吁政府能够帮帮忙 减轻病友们的负担 柔柔在半导体产业工作 过去见解没有红字 偏偏29岁生日前夕 确诊早期高风险三阴性乳癌 乳癌发现得早并不能安心 一旦罹患三阴性乳癌 可用的药物少 加上癌细胞凶猛 复发性也高 治疗相当棘手 这几年来 小一四十五岁的 大概占了快三成到四成左右的 也就是说在台湾事实上 整体来讲就是 它的发生的年龄 都比国外来早了十年跟十五年 抗荷尔蒙治疗 或是对于标靶治疗 目前都没有效 那在过去呢 三阴性乳癌的治疗 只能靠化学治疗 但是其实用了化学治疗 大概也只有三四成的病人 可以得到治疗的效果 所以它是我们全世界 在面对我们乳癌的威胁里面 现在最重要 我们要去克服的一个课题 那配合化学治疗 加免疫治疗 我们如果在 针对我们刚刚讲的 高风险的早期乳癌 我们在手术前 就先给予免疫治疗加化学治疗 有六成的妇女 你开完刀后 还细胞不见了 免疫药物合并化疗的治疗选项 已经纳入国际指引 但台湾尚未纳入健保给付 对柔柔这种年轻的病友来说 每年上百万的医药费 是沉重负担 一届期盼 政府加速跟国际接轨 翻转乳癌大魔王 台中有一名77岁的志工 李碧兰师姐 她发挥生命良能 虽然现在得每个星期 要洗剩三天 但她仍然坚持 在这一条菩萨道上不退转 把握机会付出 你就是这样做 你就比较困 比较快乐 不然也会这样 处理 处理 小枫系仔细清理 77岁李碧兰 在台中静思堂承担福田 认真精神发挥到极致 付出时日常 在台中慈激医院 也有她服务的身影 有的时候心情难免 会比较低落一点 这个师姐她跟我讲说 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喜剩的病友 她利用喜剩空移的时间 还是可以出来付出 很正能量 李碧兰的人生 如同电影情节 小时候家境辛苦 教育程度有限 根本不敢想象未来 38岁那一年 认识英国籍的先生 婚后定居阿布达比 超过20年 虽然人在异乡 始终惦记着台湾 尤其是在九二一地震后 哥哥寄来的家书 深深触动了他 要是没有持继帮忙后 他们可能 我姐姐他们 要饿得我自己在动事 饿肚子 所以我看了流眼泪 当时想成为志工的念头 已经萌芽 多年后化为行动 我老公走了第三年 我就叫他带我去吃饮 我要去环保干 做环保 做了四五年才开始培训了 我年轻人还要吃饮 不要再做了 不要再做志工 你的感觉了 不然做环保就好了 虽然比较晚才踏入慈祭 行动力不打折扣 即便法司已经斑白 每周要洗顺三次 李必然还是乐于当志工 勇往值钱 把握付出的每一天 大海新闻归邻李约维 台中报导 再来看到这样一个 种植层层清扫的行动 家住在三只的许先生 这一次住家受到 山陀儿台风的侵袭 家里头满是淤积的烂泥 甚至高度极稀 因此没有办法有效地整理 于是气工所就联络了 慈祭志工 动员了四十多人 大家一起来帮忙 来一天使准备出任务 自身安全得要顾 我们总统主要一定要注意安全 比较重的我们就用两个拓 三个拓都没问题 但是安全是非常重要 受山陀儿台风的暴雨清洗 新北市三支区 好多靠山的民宅 都淹得满目疮痍 即使过了十多天 不少人的家里依旧迷迷一片 许先生的家就是 两天前有清出来大厅跟客厅的东西 就清了一卡车了 然后现在就是房间 还有厨房还没清 泥巴都没清 泥巴就是客厅跟房间 还有厨房 屋子里需要产泥巴的体力活 就由男众志工来承担 而女众和年轻人则排成人龙 将一桶桶的淤泥穿洁出来 我现在觉得很累 很累 但是就是 我觉得看到这样会觉得很不舍 就希望能赶快帮他们恢复家园 因为我娘家是三支 我也是三支 然后想说为自己的故乡 出一份心力 我觉得 这边的大家都很厉害 比我年轻大 但是体力也很大 所以我比较年轻 我觉得体力还可以 不会累 40多位志工的卖力付出 总算让预计一个多星期的泥土 全清到了屋外 驱公所也支援小山猫来清运 后续家园的恢复才露出了曙光 志工那么多来帮我 让我清理真的是很感激 大爱新闻 珍珊的志工 邻居引张维祥 郭文祥台北报道 接着来看到 慈祭志工回馈佛陀故乡 印度的菩提加耶 这个星期六日两天 会在苦行邻村举办议诊服务 到时候将会有新加坡 以及马来西亚的人一团队 前来支援 踏着小碎步 丈量佛像前的空地面积 这里是印度菩提加耶的 幽楼平罗禅修院 慈祭将在十月十九二十两天 举办议诊 志工们忙着进行敞刊 三间 这个三间 这个是两间 他说还要准备你的休息 我们说OK啦 西医中医医疗室 就是一栋一栋 然后还有一栋就是药吧 黑药的 除了勘查场地 志工也跟禅修院的法师们 介绍此剂 期待好事大家一起做 这个地方蛮适合做抑诊的地方 我希望他们可以一起 以团队的方式来一起来合作 来做 不只是借用这个地方 还可以身体力行去付出 对他们修行方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检视过预诊的场地后 团队也前往附近村庄 邀约村民前来看诊 期待他们慢慢改掉酗酒习惯 恢复健康后也能付出爱的行动力 达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 蔡白球林源次印度报道 再来看到今年9月份 泰国遭遇到3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灾情 此际勘灾团再度前进到重灾区 分别前往了青来 青迈这些四个县市 这一次勘灾团总共有9位置工 并且了解到居民的生活需求 希望能够协助他们灾后重建 老兵在这边住几个人 一个还是两个 12个 一个队 都跑光了 好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尽管大水退去 还是看得到水淹到一层楼的高度痕迹 村民表示家里头的冰箱家具 全部被大水给淹坏了 老旧房屋也不堪大水侵袭 出现了裂缝 只能够慢慢重建 此际预计在10月底 会进行两个梯次的大型发放 希望能够帮助村民 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轨道 早安此际请 今天要带大家看到的是 关渡镜司堂 设置了一个常态展 锁定的主题是环保 防灾 教育展 从10月15号正式开展 广邀学校团体 透过闯关体验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到环保以及防灾的观念 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 行动当中 现在就透过连线 请守候在现场的记者古雅琴来告诉大家 雅琴早安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记者现在在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 你可以看见在我背后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长颈鹿的布偶 然后后面有许多植栽的布景 是不是让你就感觉自己身在一个丛林当中呢 你可以看见这边非常漂亮 因为这里是关渡镜司堂的B2的空间 那这里呢 化身一座非常漂亮的环境教育展区 这背后少不了的 是我们慈禧志工 在背后心情的构思 还有布置哦 而现在呢 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师兄 他是杨赞宏师兄 请他自我介绍 分享这个展览到底是什么 还有这个志工背后的秘心 我们首先请赞宏师兄 自我介绍 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杨赞宏 慈禧志工 也是这个展 这个专案的协调之一 那我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扎实 很专业的一个团队 在支持这整个专案 是 这个专案是什么 这个展览是什么 好像看我们后面的布景 就稍稍有一点知道 应该是跟环境 跟环境 跟防灾有关系的吧 是的 我们首先请赞宏师兄 分享一下 这个展览是什么呢 好 这个展览 本身大概 至少有22个项目 在这里面 其中有12个闯关游戏 那我们大致把它分成 好几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 环保教育展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区域是 防灾教育展的部分 第三个区域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把慈济环保志工 回收来的这些资源循环 回收的这些物资 那变成 这个化身成 这个慈悲科技 用在救灾防灾 被灾的这些相关的物资上面 对 救灾防灾被灾 大家就可以开始回想 在我们台湾近几年 是不是天灾越来越频繁 而且一年是比一年还要严重 因此呢 在防灾 或是在预防 甚至爱惜地球 这件事情上 是每一个台湾的民众 都需要知道的一个观念 师兄 那我们这个展览呢 也就是我们刺激基金会 其实就超前部署了 我们也用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这个理念 那师兄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展览的 它的历史 它的由来吗 好 那这个展 基本上是源自于 去年7月份到11月份 在士林区的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一个四个月的展 之后呢 大概有八个月时间 在基隆八斗子的 海洋科技博物馆 两个展都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延续 累积了过去 整个团队累积过去 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 然后经过一些调整 加入一些在地元素 再把我们人文志业 还有大爱电视台 一些相关不错 非常专业 譬如说小主播体验 譬如说我们的伤心地球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 科技整合在这里面 过去几个礼拜 来过玩过 不管是小学生 青子团 或者是校长 老师 或者是主任 组长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也鼓励大家 尽快来体验 是 刚才说到呢 我们在很多 像在东北角地区 东北角就是 像我们基隆海岸地区 这个经常发生 台风天的这个地方呢 就非常适合这个布置哦 那刚才师兄也有说到 其实每一个来到现场的 不管是官人 不管是学校老师 还是小朋友回馈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你一定很难想象 这么漂亮的布置呢 其实呢 都是透过我们此地志工的巧手 师兄就我知道呢 其实这一些志工 他们并不是木工出身的 那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 大概动员了多少志工呢 然后当中又发生什么事 好 我们动员志工人数非常多 我要特别介绍 我们有一个北区策展团队 那这个团队是由我们 洛存美洛老师 所领导的一个团队 那人数 我们用的天数 至少400人天以上 所以这个参与的志工非常多 而且我们这些志工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专业 有设计师 不管是空间设计 或者是视觉 各方面的设计 然后我们在地 士林北投淡水 有我们这个木工师傅 他们都非常用心 牺牲假期 牺牲自己的工作 来成就这样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展场 非常值得来欣赏 非常值得来体验 那欢迎大家就是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 早上的九点钟 到这个下午的四点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大渡路旁边 立德路上这个 关渡镜诗堂 地下二楼 来参观我们的展场 非常欢迎大家 动员了这么多的志工 花费两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师生 我也会非常的好奇 就是说当中会不会有志工呢 其实年纪是很大的 是 我们有很多八十几岁的 这个年长志工 所以跟我们的年轻志工 合作在一起 完全没有障碍 他有点点轻盈 共创的一个模式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环境 大家是真的 核心核气 互爱协力 非常棒的一个合作模式 核心核气 互爱协力 回头看我们慈激基金会 在走入这个防灾 环保教育的这个领域 即将要到35年了 然后在背后呢 少不了的是许多的 老菩萨 老志工 辛勤的加入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一些志工的努力 然后今天也很谢谢 赞宏师兄 来到现场 跟我们做个小小分享 大家一定要来哦 要来要来 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体验 环保防灾 做好这两件事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感恩 感恩 谢谢师兄 好的 谢谢亚晴 还有感恩 杨赞宏师兄 跟我们这么详细的说明 欢迎大家 大朋友 小朋友 手牵手 一起来到 关渡敬司堂 体验这个 环保防灾教育展 肯定是非常好玩的 接着镜头呢 我们再转到马来西亚 来看看 在当地举办了一场城市论坛的活动 慈亲也受邀参加 并且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推广乡击反 马来西亚城市论坛 2024在槟城打同紫洁公园 揭开序幕 以我的城市 我的家为主题 深入探讨马来西亚 目前面临的各项问题 及未来发展方向 此次活动包括六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分别是儿童青年基层人群 女性商业以及教育 慈敬马来西亚分会慈亲也受邀参加 与其他青年团体代表 针对青年理想的第三空间 进行分享和讨论 小组讨论期间健康休闲 高票当选七年最希望 融入在第三空间的元素 然而环保 关怀 弱势等等 也是青年的关注点 就是接触大自然 然后保护地球 减少那些电跟水的使用 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一些 好像是ventilation 就是那种通风性 那种的话就让他们减少 空调的使用那种 论坛来到第二天 实际马来西亚分会慈亲 把行动厨房带来现场 向论坛民众推广行动厨房 施工厂的人就是众生平等嘛 然后为佛教为众生 就是想要就是 大家都可以在受难的时候 是有人生存人所帮忙的 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有办法让 灾民们有一碗热的食物吃 就是填饱肚子 不会饿到这样子 年轻力量推广 急难救助工具 启发更多城市发展的计划 也让更多人了解此际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今天的国际关键字 来看到的是土耳其地震 主要是在昨天 东部地区发生了 5.9的地震规模 传出有房屋倒塌 根据当地政府统计 目前是有六个省份 一百多人送医治疗 再来看到的是 圣阴现象所引发的干旱危机 导致在非洲南部地区的国家 有多达6800万人的粮食 受到影响 河道一片干涸 灌溉用水复制缺乳 民众所需 居民只能先开挖早井 以井水应急 農作物全都枯死无疑幸免 世界粮食计划署区 代表指出 对许多非洲南部的社区来说 圣阴现象导致的严重干旱 让这次的粮食危机成为近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灾害 非洲南部的10月原本就是作物清皇不接的开始 现在更是预计每个月都会比上一期的收成更差 剥开玉米完全不能食用 农民辛苦耕种 却无法喂饱一家人 只能到紧急发放站排队 领取救命物资 联合国只群 星巴威尚比亚等国陷入饥饿危机 红十字会则宣布 耐吉利亚有许多儿童营养不良 世界粮食计划署出面呼吁各界伸手援助 让每一个小小生命都有继续成长的希望 大海新闻 武贵真编译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多云短暂震雨 气温23到31度 降雨几率20%到30% 中部多云石晴 气温24到32度 降雨几率0到10% 南部地区 气温24到32度 降雨几率20% 东半部 气温24到30度 降雨几率20%到30% 离岛 气温23到29度 降雨几率0到10% 再次提醒大家 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可以到户外走走 我是建佳琪 我们再会